欢迎收听由去月有声出品的有声书《武神主彩》 作者 按摩师 演播 麦小布 萧天逸 第1994集 至于有多强 以秦晨现在的实力还根本无法分辨 事实上别的不说 此远古真龙虚影 竟然能在这灵魂活泼中生存 本就是一件极其恐怖的事情 虚致 这灵魂活泼如同是幽冥星河一般 极其的可怕 巅峰帝尊进入其中 也要顷刻间粉身碎骨 此物能在这湖底生存 必然是非同小可 所以 秦晨表现得很是恭敬 就看到这真龙虚影凝视着秦晨 冷笑不语 一双看着秦晨的金色眼瞳之中 竟然是闪过了一丝嘲讽之词 真龙族 你小子真的是真龙族吗 你身上涂有真龙之气 真龙之味 真龙之血 却无真龙之魂 你不会以为瞒得住本座吧 你可知本座是谁呀 此言一出 秦晨浑身一阵 心中瞬间沉了下来 秦晨虽然是神魂演化出了真龙族的模样 但那也只是一种欺骗一般尊者的手段罢了 在这神秘空间之中 再加上眼前这龙影 绝对是龙族中最顶级的强者 看穿自己的伪装 怕是再简单不过了 前辈果然火眼金睛 晚辈的确不是真龙族 但是晚辈这真龙之身 也是机缘巧合下演化成功的 从未斩杀过真龙族人 而晚辈身边的小龙 也的确是真龙族的人 秦晨的 心神叹的 你身边这家伙 的确有我真龙族的龙魂 不过 应该是我真龙族做了错事 神魂被打入冥界 进入六道轮回转身之后 罪孽之身 虽拥有龙魂 但这等罪孽之身 必须经过无数劫难 才能真正的蜕变成龙神 神魂变异 宠归我真龙族 这真龙虚影 冷冷的 还有这回事 秦晨心中一动 在宇宙中 的确是 也有一种种族 想要化龙难度极高 如鲤鱼化龙 又如那幽冥俱前红龙 原来是做错了事 进入冥界六道轮回之后 变成了这种一种身份 算是赎罪之身 唯有经历万般磨难和蜕变 才能重归龙位 前辈果然是火焰金睛 晚辈佩服 但不管如何 小龙的确是真龙族 晚辈对真龙族也极有好感 秦晨急忙的 若是前辈没事 可否放晚辈离开 晚辈必然不会再惊扰前辈休息 如果那吸引自己气息的是一个无主之物 秦晨说拿也就拿走了 也算是一场机遇 可谁知道 那吸引自己的黑色珠子 竟然有一个史前的老怪物 秦晨却是一点念头都没有了 现在的秦晨只想离开这 这真龙虚影哈哈大笑 冷冷地盯着秦晨 你以为本座的灵魂空间是你想来就来 想走就走的吗 正好 本座沉睡了这么多年 好久没有尝到美味的灵魂了 你们两个既然是我真龙族的麾下 那便将灵魂送给本座吧 前辈 秦晨脸色一变 将灵魂送给对方 这分明是要将他们的灵魂给吞噬 怎么 你不愿意 真龙虚影冷冷地盯着秦晨 实话告诉你 本座乃是宇宙开辟天地鸿蒙之气 所诞生的太初生灵 洪荒祖龙 乃是真龙族真正的老祖 你们有幸能得本族的宠幸 也算是你们这辈子修来的福气了 太初生灵 洪荒祖龙 这 秦晨震撼 不过 让他就这么将自己的灵魂献祭给对方 开什么玩笑 我管你是洪荒祖龙还是洪荒祖虫啊 小龙 走 秦晨一下子惊醒 抱起了身边的小龙拔腿就跑 但是秦晨身心疑惑 发现自己好像是被困散了原地 眼前这一片虚空之中 却是无法跑出去半分 回头去看洪荒祖龙 却发现对方只是嘲讽着看着自己 想跑 可笑 在本座的灵魂空间 神都无法逃脱 就凭你们 洪荒祖龙张开了血盆大口 愣笑了 乖乖地进入本座口中 你放心 不会有一点痛苦的 这将是你们无数辈子都修不来的福气 再者说 这只是你的一道分魂吧 你那本体还在岸上 就算是这道分魂损失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也算是对你冒充我真龙族的惩罚了 秦晨看着那血盆大口 仿佛看到了一个能够吞噬万古世界的黑洞 隐约间似乎还听到了这洪荒祖龙流口水的声音 这一刻 不知道为什么 秦晨的心莫名地镇定了下来 突然 秦晨脸上的惊慌也消失了 目光一闪 看向了这洪荒祖龙 唉 秦晨突然叹歇了一声 既然前辈这么说了 晚辈若是再逃 也不失去了 还请前辈将吻辈吃了 嗯 算你有些觉悟 那洪荒祖龙高高在上的 既然如此 你别反抗啊 呼地下 一股无形的力量 笼罩住了秦晨和小龙 就要拉着秦晨和小龙 往那洪荒祖龙的血盆大口中飞去 但是秦晨体内的神魂一闪 刚飘起来的身躯竟然是瞬间落地 同时 受到对方洪荒祖龙 威压震慑 无法动态的小龙 也被秦晨带了下来 怎么 你还准备反抗啊 那洪荒祖龙顿时怒了 身上涌动着可怕的祖龙之气 惊天的龙威弥漫开来 小龙顿时是瑟瑟发道 在这股真龙之气下动弹不得 但是秦晨却是窥然不动 既然被对方识破了 秦晨神魂瞬间化为了人族的模样 对方的祖龙之威 虽然是对他有强烈的压迫感 但是远不如小龙那么强烈 浑然无法动弹的地步 秦晨恭敬了 晚辈不敢 不过晚辈虽然是要死了 可是让晚辈亲自去送死 还是有些做不到的 所以请祖龙前辈亲自动手下口 哼 既然如此 那本祖就先吃了这小龙香 洪荒祖龙冷喝 一股无形的力量束缚住了小龙 牵引着小龙往洪荒祖龙口中飞去 但是 秦晨拉着小龙 又一次地将小龙给拉了回来 人类 你在耍我 轰的一声 洪荒祖龙瞬间暴怒 身上的龙鳞震动 毁天灭地般的气息弥漫着 无法形容这一股气息有多可怕 一旦出现在外界 定然是惊天动地 或者是万界无声 又或者是天气泄 地颤 不过 秦晨 目光一闪 却是笑了 前辈 若是晚辈没猜错 你根本就无法强行吞噬我等吧 秦晨突然冷笑了一声 你 洪荒祖龙震动无比 吼的一声 他怒吼 但只是在秦晨眼前数十米的地方无法前进半步 只能够愤怒地嘶吼 见到洪荒祖龙的举动 秦晨终于是彻底冷静了下来 凝视着四周 他看向四周 只见这里是好一个极其开阔的弓箭 方圆不知道有多辽口 但是远处是一片迷蒙漆黑的弓箭 看不到尽头 而脚下则是一片平坦的地面 看起来没有任何的异常 人族小子 你惹怒我了 本族不过是刚刚苏醒 力量还没有完全恢复罢了 你等着 只要本族一苏醒 到时候必将你彻底吞噬 识相的话 就先将我这真龙族弟子 回归他老祖的怀抱 洪荒祖龙冷哼的 否则本族会让你知晓什么是后悔 是吗 秦晨蹲下来 没有理会洪荒祖龙的怒吼 而是用手触摸上了自己所站的地面 这四周的空间一片漆黑 无法识别 但是这站着的地面 秦晨却能轻易触摸到 吾的一声 秦晨的手中 一道浩瀚的力量 没入地面之中 但是却是石沉大海 了无音讯 秦晨眉头微皱 接着转化各种力量 但是 无论他利用各种神通法则大道 没入着地面 整个地面都如同是一片虚无的空间一般 没半点动静 人类小子 你以为你能破解本祖的灵魂空间 这是异想天开 一个小小的人尊 本祖一口气就能将你化为灰飞 洪荒祖龙嘲讽 秦晨没有理会 继续地催动各种不同的力量 但是皆如同石沉大海一般 没有回忆 突然 秦晨一闪 他的身上一股神秘的力量苏醒 一个图腾在他的身上浮现 是神帝图腾之力 化作了一道诡异的光芒 融入到了地底之中 轰隆 顿时整个地底之上 一道道诡异的光芒亮了起来 一个个无比奇异的图案 缓缓地浮现了出来 什么这股力量是 洪荒祖龙震惊地看着秦晨 想不到你还有这等力量 可惜 他话音未落 秦晨的身上 一道雷光突然绽放了起来 霹雳啪啦的 是秦晨的雷霆血脉 滚滚的雷光化作汪洋 迅速地融入到了地面之上 顿时地面之上和四周空间之中 一道道可怕的图案浮现了出来 这些图案化作了一片神秘的空间 笼罩住了这方天地 雷霆之力 难道这是天雷之力 不对 裁绝神雷 这是裁绝神雷 洪荒祖龙 眼中涌现出了无尽的震撼 你体内怎么会拥有裁绝神雷的 他难以置信地看着秦晨 仿佛看着一个怪物一般 而秦晨看着四周浮现出来的一道道 古朴晦色带着洪荒气息的可怕符文 目光一闪 这些符文笼罩住了整片的空间 束缚住了那洪荒祖龙 这也就是为什么这洪荒祖龙无法扑向自己 将自己吞噬的原因了 秦晨感觉到这洪荒祖龙身上那种仿佛来自 亘古洪荒的气息 如果不是被这一方神秘的魂印符文限制住 自己恐怕早就被一口吞噬了 秦晨仔细地凝视了这符文和魂印许久 这图案无比的晦涩 强如秦晨得到了诸多传承 居然无法看透 反而是看久了有一种头昏眼花 脑袋都要炸裂的感觉 这和他第一次看到灵魂湖泊 仿佛是见到宇宙起源差点化道的感觉一样 秦晨急忙是松开了力量 让这些图案消散虚空 脑海这才缓缓地清醒了过来 好险 秦晨心中哗然 还好他时刻警惕 不然若是彻底沉浸在这图案之中 不需要那洪荒祖龙动手 自己的神魂就直接在这里粉碎 化为灰飞了 看到秦晨不再分析这图案 洪荒祖龙眼神中居然流露出了一丝失望的身色 本来如果秦晨多看一会儿秦晨的神魂定然会粉碎 自然也会被他遵视 哼 小子 你想分析本祖的灵魂空间 别费劲了 以你的实力 就算是想破脑袋也根本不可能离开这里的 洪荒祖龙冷笑了一声说道 身上散发出了道道祖龙之气 让小龙无比的惊恐 畏惧地盯着对方 小家伙 给我杀了这小子 本祖直接让你龙魂蜕变化身真龙 洪荒祖龙立刻对着小龙说道 轰的一声 一股可怕的祖龙之气弥漫而来 瞬间渗入小龙的脑海 要解除秦晨对小龙的掌控 嗡的一声 小龙的身上 滚滚的真龙之气涌 嗡的一声 隐约间 秦晨便看到 幽冥聚前红龙的背后 一条真龙虚影浮现了出来 如同要腾空飞升一般 并且 秦晨在小龙的灵魂之力中留下的痕迹 也开始松动 像是要被抹除一般 只要本祖解除了他体内的灵魂烙印 以他真龙族的身份 定然要听从老祖我的命令 人族的小子 你就等死吧 洪洪祖龙震怒说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